大家好,我是小颖 买花菜时,买锦花还是散花的好 看似一样,区别挺大 看完别再买错 一直以为花菜是蔬菜 今天才知道 原来我们吃的一直都是它巨大的花类 不仅如此 花菜还是十字花科云苔 属橄榄种的一个变种 别积,卷心菜,大头菜,芥兰等蔬菜 都是和花菜一样 属于橄榄种类的变种 可以说,花菜,卷心菜,大头菜等这些蔬菜之间 都属于亲戚关系 其次,花菜的学名叫做花椰菜 也有些地方会把花菜倒过来说 叫做菜花的 我们言归正传 很多朋友问小颖 市场上的花菜既有井花的,还有散花 而有的朋友说井花的好 说明这样的花菜新鲜 也有的朋友说散花的好 说明这样的花菜属于有机花菜 所以,问题来了 花菜到底是井花的好,还是散花的好呢? 它们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下面就一起看看吧 想要知道哪一种花菜更好 我们就要知道 为什么有的花菜是井花的 为什么有的花菜是散花的 井花的花菜属于正常过程中的结果 也就是说,正常的花菜 它的花类应该都是紧实、紧凑的 散花的花菜 其实是因为花球在膨大的过程中 花球过早地出现松散的现象所导致的 这种现象是在政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 不影响花菜的食用 也不影响花菜的营养成分 井花和散花的花菜 除了外观上的不同 还有以下两点不同之处 一、口感不同 散花的花菜 比井花的花菜多点软韧的口感 并且在味道上 也是多点甘甜的滋味 而井花的花菜比散花的花菜 在口感上更加的脆硬 所以,可以根据自身的口感来挑选花菜 二、烹饪的方式不同 散花的花菜耐煮 可以长时间烹煮而不烂 而井花的花菜不耐煮 煮的时间稍微长点 口感就会变得粉粉的 所以,散花的花菜适合涮锅 干锅以类的烹饪做法 而井花的花菜 则适合烹炒 凉拌一类的烹饪做法 散花的是有机花菜吗? 大部分的散花花菜属于松花菜 并不代表它就是有机花菜 松花菜是花菜很老的一个品种 就是因为它的花蕾松散 在过去不易运输等各种问题 导致新品种的培育改良 所以,变形成现在我们常吃到的井花花菜 可以说,散花的花菜在品种上 是井花花菜的前辈 有机花菜指的并不是它的外观 也不是看它的品种 而是只在蔬菜的种植过程中 要严格按照有机蔬菜种植的要求来 这个要求十分的苛刻 不仅要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农药 化肥以及各种调节剂等相关的化学物质 还有不能使用基因工程生物 及其的产物 必须要遵守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来种植出来的蔬菜 并且,上市时还得有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机构鉴定认可 且颁发证书后才属于真正的有机蔬菜 所以,再看到有人拿着散花的花菜和你说 这是有机花菜 反手就给它说道说道 问问它的产地 看看它的证书有没有 小天市 不是随便一块地就能种植有机蔬菜的 一块常规种植地需要两年之后 才能转变成种植有机蔬菜的地 其次 有机蔬菜的地需要与桌边隔离的 所以 遇到菜饭说自己种的菜是有机的 问一问就知道真假了 花菜外表颜色发黄是好还是坏的 在市场上经常能看到颜色发黄的花菜 有的菜饭会说这是自家种的 是有机花菜 也有的菜饭会说这是新品种 好吃 营养更高 那么颜色发黄的花菜真是有机花菜或者是新品种吗 大部分花菜的颜色一般是纯白色或者是乳白色 而花菜颜色的不同主要是有两点原因造成的 一是光照的因素 二是储存时长的因素 光照因素 花菜在生长过程中如果被阳光直射时间太长 颜色就会变成黄色 所以一般会采取折叶遮挡的方式来保证花菜的颜色 不过就算是颜色发黄也并不影响花菜的使用 也不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和口感 储存时长因素 当花菜采摘后 由于失去营养的供给 如果长时间放在室内储存 花菜中的绿叶素就会减少 颜色就会慢慢的发黄 这样的花菜 触摸起来口感有些疲软 但并不影响食用 这才是花菜最好吃的做法 香脆好吃 保证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花菜是很多营养专家都在推荐的一种食材 它很营养 具有一定的抗癌防癌的功效 而且口感和味道也不错 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 所以接下来 跟大家分享花菜搭配番茄做的番茄花菜 这道美食特别好吃 咸香有味 超级下饭 而且这道美食的做法比较简单 20分钟就能够将它做出来 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下这道番茄花菜 那么就一块看看它的烹饪步骤吧 番茄花菜 制作食材 花菜 食盐 小苏打 番茄 大蒜 干辣椒 食用油 食盐 白糖 生抽 蚝油 制作步骤 一 一起来准备一下番茄花菜的制作食材吧 准备适量的花菜 再准备一大勺食用盐 一勺小苏打 一个番茄 五至八瓣大蒜 三至五根干辣椒 继继续准备适量的食用油 食用油要多一点 因为我们的花菜需要用油炸 最后再准备一勺白糖 一勺生抽 适量的蚝油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就一起烹饪一下番茄花菜吧 二 先把准备好的花菜取出来 将它放在碗上 用刀切成小朵 小朵要稍微小一点 不要太大了 切完之后放到一个大碗中 在碗中放点清水 加上适量的食用盐 一勺小苏打 将花菜清洗一遍 小苏打和食用盐 能够将它们充分清洗干净 清洗完成之后 将其捞出控干水分 然后放到一个盘中 继续控一下水分 三 将准备好的番茄洗净 先去掉根部 然后再将它切成小碎丁 切好小碎丁之后 我们将它放到一个大盘中 接下来 再切点蒜片和干辣椒 干辣椒要先清洗干净 大蒜和小米椒切完之后 咱们开始起锅烧油 四 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要多一点 然后将其烧至六成热 把充分晾干水分的花菜 放进去炸一下 在炸花菜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 花菜表面没有水分了 否则会溅起很多油来 用中火慢炸 勺子不停地翻动 一直炒到它表面微黄 即可控油捞出 五 起锅烧油 先放入蒜片和干辣椒水 炒出香味 接着把番茄放进去翻炒一下 翻炒半分钟后 加入花菜 继续翻炒 在翻炒花菜和番茄的时候 要用大火 而且要将它们一起翻炒一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咱们再开始调味 六 像锅中加上一点食用盐 白糖 生抽 蚝油 将它们用大火翻炒两分钟 让各种食材充分入味 时间到了之后 咱们就关火 然后出锅 将它装到盘中 接下来就是享受美味的时间了 美味的番茄花菜就做好了 咸香有味 超级做饭 你喜不喜欢 小贴士 一 花菜小朵 要稍微小一点 不要太大了 因为这样更容易炸透 二 番茄小块 也要切得稍微小一点 三 在烹饪这道美食的时候 尽量用大火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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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